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骨折的部位 你才能去做腹位固定 那如果今天颜面骨 它同时合并了开放性的伤口 那在伤口冲洗干净之后 我们是有机会从伤口经去做骨折的固定 可是如果它颜面骨骨折 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伤口 或者伤口的位置跟骨折的部位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必须就要有一些方法 从比较不明显的地方去做骨折的腹位跟固定 比如说眼眶骨的骨折 那眼眶骨的骨折通常在这个周边 我们可能就要从眼颜的地方把它打开来 从里面去做固定 那或者是像这个颧骨的骨折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嘴巴里面进去 从这个进去一直到这里把它做腹位 或者是把这边断裂从嘴巴打开来做固定 那下汗骨的骨折我们也可以从嘴巴 牙印的底下打开来去做这边的固定 所以尽可能的我们都不会在脸上制造新的疤痕 通常眼眉骨骨折的疤痕都是受伤当下就决定 那现在的医疗技术其实蛮进步的 大部分的骨折是不需要在我们看得到的皮肤上 制造新的伤口就可以做处理 那像现在还有很多是内饰镜 它就可以从同一个这个刀孔走到更远的地方 去做矫正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如果是以往只是把这个眼瞼 把这个眼瞼把它打开 我们可能只能接触到眼眶骨 还有这眼底骨的比较前段的部分 那现在因为有内饰镜 有这个可以看到比较深 这个内饰镜都是细细的管子 它可以一直看到里面的四神经 然后再做一些像它有一些工具是可以磨 可以切割的 把一些碎骨做处理 所以它不用说开到这么大 可以用比较小的伤口 从比较远的地方就进去到这个位置 感谢观看